大家好,我是王公 有人問我說為什麼我最近挑戰的都市傳說都是歐美 我實在沒有辦法找到太多日本的都市傳說 日文也完完全全沒有研究 所以我找到的歐美會比較多 日文也完完全全沒有研究 所以我找到的歐美會比較多 如果你們有什麼也是好玩的日本的都市傳說可以提供給我 有人問我說為什麼我最近都是一個禮拜才出一部 對,就是這個我們後續改天再講好了 好,我們先進入今天正題 今天要挑戰的都市傳說呢 終於有一個來自亞洲國家的 因為我上一週是講玉之夢嘛 今天講的都市傳說也跟夢有關係 它的名字就叫做穿著和服的女子 這個都市傳說呢是流傳於日本 它跟一個人的一二三木頭呢 個人我覺得非常的像 一樣要你在腦中想像一個女子的畫面 也是隔天在驗收 這個遊戲的玩法 首先你要到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是可以開著燈的 可是要確保不會有外面的光源進來 然後躺在床上 目光就先盯著房間的最北邊 再看最西邊 再看最南邊 再看最東邊 就是北、西、南、東這樣看 依序看三到六遍 之後呢一樣躺在床上 雙手交叉 念一句 是這樣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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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我會了 好 我會了 連續念三遍 就閉上眼睛 然後腦海終於會有一個畫面 就一個女人穿著白色的和服 站在你的面前 緩慢的朝你走過來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直到她在你的面前 就可以張開眼睛 把燈關掉 然後就開始睡覺 睡著之後會有兩個狀況發生 第一個就是你會夢到她 夢到她的話有三件事情 千萬不要做 不要告訴她你的名字 不要跟她說話 不要讓她在你的耳邊滴雨 第二個狀況 你就會直接聽到她在你耳邊滴雨 遇到這個狀況的話呢 立刻馬上醒來 醒來的方法就是 在夢裡面是佩命的搖晃你的右手 據說如果在夢裡面 你沒有起來的話 或許這一輩子 你就沒有辦法再起來了 網站上面是這樣子寫 所以它上面說 很多人玩這個遊戲之前 會去進行一個叫做 清醒夢的訓練 在做夢的時候 可以自由的控制你在夢裡面的行動 甚至是想夢到什麼東西 我就有過這樣的 這個也後續改人再講好了 好 我先提醒一下我自己 關鍋裡面醒來的時候 後續改人記得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一個禮拜才有一步 還有做的清醒夢是什麼 他讓自己起床之後 要馬上 檢查房間有沒有黑影 如果有黑影的話 就表示他現在在你的房間 以後就永遠不要獨自一個人 待在這個房間睡覺了 OK 等一下 我們就凌晨兩點的時候 開始進行這個儀式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 把我房間走走錄一邊 看有沒有黑影 然後我們凌晨兩點見 各位現在凌晨兩點了 我知道我這樣講話很奇怪 因為我要盯著天花板 我剛剛已經盯一陣子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好 現在開始 我們可以開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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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6 12 12 12 16 16 16 17 16 17 16 18 17 我現在要去關燈了 我們先睡覺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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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